音乐 音乐 大家好 这边是古茶楼 我是这边的菜店长 这边对大家介绍这一栋房子是一栋老房子 在1878年就出生了光绪四年 那这栋房子经历了三个世代 从清朝以及日治时期到我们明初 那这间建筑物你可以发现它非常的深长 那其实就叫我们所谓的三进两落 那三进两落这意思就是 还有包含了两个天井 那可以看到我的后方 有一个非常光亮的天井的部分 以前的宫后街是一条非常繁荣的地方 那在我们的外宫后街 有一个叫做大西门城 那它也是主要的一个 我们商品进货的一个主要的港口 那现在的大西门城也叫做西门路 以前最早我们这边是一间打铁工厂 那还有我们最有名的西惠芳 跟我们的金铜城 那我们也古茶楼把这些我们人物的 还有历史建筑物的特色的名称 我们用打铁的铁键装置艺术 在我们的天井后方 古茶楼经历了三个世代 从我们清朝以及日治到明初 那因为它经历了三个世代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保留了 甚至我们的墙面的红砖 以及我们地面的花砖 还有我们天花板上的线角 那甚至我们在古茶楼的地面 做了一个复刻的修复 古茶楼结合了三说 有我们的说茶 说书 说菜 那在说茶的部分是 当客人进来想要泡我们的功夫茶的时候 我们会亲自示范功夫茶的工序 那再来是我们的说书 那说书是结合我们台南的历史故事 以及台南的小吃 那我们以大趣够的方式 结合我们打铁乐 呈现在表演里面 说菜的部分是我们使用 虱目鱼的料理 那配合我们的古早面 那都是我们主厨自己特制研发的 那我们说书跟说菜 都融合在我们的表演里面 那你可以感受到 视觉以及味觉的享受 这也是我们台湾首创 将我们的说菜 结合我们的说书 融入我们的打鸡乐 那也呈现出不一样的表演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